小孩子最爱吃麦当劳了 今天中午实在太热 吃不下其他东西 那我也来吃个麦当劳 所以我也是小孩子 其实我最喜欢吃麦当劳的 是他的蛋卷冰淇淋 一定会点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看我可以最快 多久的时间 把这个蛋卷冰淇淋给 吃碗 还是吞碗 有些人冰吃很快 好像会头很痛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是比较少吃这么快 不过来试试看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目标麦当劳 冲了 不是啦 慢慢开啦 如果这是慢慢开 那什么是穿越时空 耶 叶教授为了买冰淇淋 没想到点了200元的餐 这是疯了还是饿了 来了来了 快要融化了 开始啦 好冰哦 这火星人第一次吃冰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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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火星化果人听不懂 我要冒汗的感觉 哦 头好痛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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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虎很冰啊 啊 完成 哦 建议大家 不要挑战这个好了 你看 本来非常好吃的蛋卷 冰竟吃很快都不好吃 整个嘴巴好像冰块 塞到嘴巴里面冰到一个极点 牙齿都 都麻掉了 头都快痛起来了 啊大家好好吃啊 我每次买麦当劳 我发现哦 只要那个店员拿那个纸袋过来 听到这个纸袋声音 就有一点点的 兴奋感 有一点开心的感觉 这样是正常的吗 哈哈 好啦好啦 嗯 下次大家好好吃啊 不要拼太快 不要吃太快 好 啊不然东西都没有享受到 好 我要开始去吃吃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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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